比的比的 比較貴重的就是 就是 侯業人 你家是不是有800坪 沒有啦 不是不是 那個800坪就是你自己花的 沒有就是這一類的 我負擔的其實是我 但是在 國慶一包是家人送的東西 那個康哥送你什麼 他要講一個 他要講一個感人的故事 還是生氣的故事 沒有這兩個啦 小莉剛才來講 這兩個是剛跟他就是 發生在一起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 因為我生日是情人節 加上就2月14號 情人節又加上我的生日 所以他就說 他要算你兩個包包 就一次送兩個 對啊 我們還想說 可以就少拿了 然後那時候這個包包 才出來一陣子 對 然後人家就說這個可以保持 我想說那就買了 可是買的時候我發現 其實他還滿重的 然後我第一次背他出去的時候 跟他吵架 然後那個眼淚還滴在上面 都有淚 真的耶 你真的來看我 我真的很生氣 真的耶 所以我這包包子背了 一隻都沒有再背了 就是吵架包就對了 對 你一定哭得很厲害對不對 那時候你還蠻難忘了 對啊 很明顯啊 就一直哭完 然後第二整個都 事不吵啦 過了一些無聊的 芝麻綠豆小事 那你可以說這樣 對啊 然後這個就是我現在 工作的時候都會背 因為很方便很大 然後什麼東西都可以放 對啊 這樣 還滿方便的 因為我個性也是比較喜歡 背那種大包包 對 對 而且它輕啦 對 那那雙鞋子是什麼 因為鞋子 好厲害喔 其實蠻適合舞台的 有啊 可是它其實 舞台 那妳不覺得嗎 蠻省亮的耶 其實這雙鞋是很經典的鞋 對啊 不學淡景 可是妳穿過嗎 我沒有穿過 因為我也穿不下去人家手 我自己並不是很捨得 就是去買名牌 所以我買 我第一個就是自己花錢買的 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鑰匙包 對啊 就大概才四五千塊就買到 又很實用 然後它不容易壞掉 一用可以用了二三十年 都沒問題 嗯 所以也就是說 除了那鑰匙包 其他的人都可以放到 二手店去賣 不行 所以可能因為我是覺得 它太重了 然後想要轉賣 然後買一個我覺得更實用 就是我覺得 比較適合我的包包 然後就為了這個跟它吵架 又吵架 又吵架 跟它吵架包 它就說怎麼可以 就是把它送的禮物拿去賣掉 是 對 所以我這個有 氣氛的東西 不要再說 飾品呢 我看妳帶很多飾品 這個還滿特別的 那是TEEPER妳的肥皂 我覺得很可愛 妳自己買的嗎 送的吧 送的 那是拿什麼送的 我不知道還是人家送我的 該不會是康哥買賺錢 不是 他對那個名牌之類的東西 就比較不了解 我記得 有他去KUJI的那個店 要買包包 然後他的那個皮夾是KUJI的 然後他不知道說 就是KUJI要怎麼分辨 我還把他的那個KUJI的皮夾 拿出來說 小姐這個也是你們這個牌子嗎 然後我就很尷尬 我想說 在那個店 他已經付錢要買那個包包了 然後他還不知道說 這個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 剛好在旁邊還滿尷尬的 那妳沒問他 他不知道那個品牌 那是誰送他的皮夾 不知道 那個皮夾是跟他在一起的 妳可以當偵探嗎 對 這樣子對的 我們去問他 讓他那個皮夾留下他的眼睛 女人我最大